市府观光局将规划4亿元 为办理明年的台湾灯会 但在议事堂上 议员们认为交通 桃源的观光特色规划都明显不足 要求观光局改进 高铁青浦站附近道路 发生带转区划进斑马线的乌龙事件 交通局赶忙重新划设 并且重申代转区的划设规定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5月5号的桃源有限新闻 明年2016年的台湾灯会 已经决定在桃源青浦地区来做展出 市府观光局表示 将规划4亿元的经费来办理灯会活动 但在市议会的工作报告上 议员们对于交通问题 和桃源的观光特色等个点 表示观光局有许多地方需要加强改进 距离桃源市举办明年主灯会的日期 大约还有10个月 多位市议员们已经先向观光局提出可能的缺失 像是市长郑文燦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 要让全国各地来看灯会的民众 有捷运可以搭乘 对此市议员陈爱树梅 也再次提出是否有通车的可能 我们2016派灯会 我们也用高铁吗 是不是 绝对可以 对 好 那方车呢 当然可以 高铁也有用街灯 对不对 是 是 好 开车 开车可以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控制在周边的街灯 街灯可以吗 但是开车会 塞车是很大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重点问到你 那可以搭捷运吗 呃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年底可以装车的话 那我们就被搭捷 原则上希望年底可以装车 副市长 高铁也希望能够进市的 来做安全上这样的整修 那我们也期盼能够在年底来装车 期盼能够在年底来装车 能是预期上应该稍微慢一点 但是希望不要影响到 除了交通的问题之外 其他市议员们也对观光局提出经费的问题 希望观光局在举办活动时 可以将桃园地方特色成功行销出去 并且带向国际 而不是只把经费花光光 空流垃圾给桃园 我们把一去一特色能做到 行销真的做出它的特色出来 还有我们的巧克力工厂 结合这些所有的景点 把行销出去好不好 我希望你加法劲 尤其对议会的一个报告 这议会随你写啊 你这灯会这样炒炒 你要示意这样自制万金啊 对不对 不要再跟我们议员随便乱扑弄好不好 尤其卢族地区是花草供应最多的地方 我希望这次的灯会能够善加利用 我们桃园最有的原有的这个产业 也让产业受惠一下好不好 一定啊 一定 观光局表示 目前占地以青浦高点站附近的 宫十二和十三公园 作为主灯的活动场地 也会规划复展位置 同时以桃园的多元文化 及科技梦想做主轴 来展现地方特色 台湾有线新闻 黄胜祥采访报导 除了台湾灯会 观光局每年要举办的活动都非常的多 像是龙岗米干节 北恒旅游节等等 但是在议事堂上 也引来了议员抨击 多位议员表示 活动往往只是昙花一现 没有带来长远性和实质性的观光效益 观光局在工作报告会议上 表示会继续举办各地的活动 像是龙岗米干节 北恒旅游节等 还会持续发展各区著名的旅游景点业务 但是市议员徐奇万表示 观光局虽然说要走向国际 但是报告书中仍然漏掉大园区 那真的你掉整理的 我们什么都是打到我们国际的名义 但是对大远什么都没有 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去深思 要如何对我们大远地区的一个观光 包括整个出镜的一个产业 你会后再一个详细的资料给我 真的我不希望说在大远地区 被整个观光局就变得裂掉了 谢章文和其他市议员们 分别提出观光数据表示 回流桃园的观光人口数低落 而实际有留在桃园旅游的人士 相比于其他都市也是非常低 因此观光局举办的活动虽然多 却没有创造真正的观光价值 103年度公布的这个国内旅游的这个状况 那国人呢 国内旅游的这个比例大概是90.8% 平均每人每年旅游的这个次数 大概是6.85次 平均停留的这个天数 大概是1.47天 这点很重要 大概是1.47天 那也就是我们国内旅游的这个习惯呢 大部分都是当日来回 大概有8成以上都是当日来回 你干节这件事情呢 瞬间的高起来 瞬间立刻就消失了 询问店家之后 生意没有讲 每一年都是像放烟火一样 结束之后 业绩就会回到原点 所以我希望我们去思考 我们的行销活动 怎么样有永续的价值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 我们花的钱 行销之后的东西 真的带给这些代替的业者 长远的一个利益 多位司议员们同时表示 请观光局思考更好的行销策略 同时加强跨局处的资源整合 努力创造出更好的桃园地方特色 让在地人自豪 自然能够创造更多外来的旅游客 台湾有线行物 黄胜祥采访报导 日前高铁青浦站附近的道路 发生了带转区 划进斑马线的乌龙事件 交通局赶忙把带转区重新划设 并且重申了带转区的划设规定 表示以不超过横向道路边缘线 划设在斑马线之前为主 至于带转区的大小并没有特别限制 这是高铁青浦站附近道路 带转区被划进斑马线的状况 后来被查出是因为警局铺设 天洛地网系统后 工程单位没有依照原本设置恢复路面 目前已经重新划设 则对这样的划设状况 交通局表示带转区有各种形态 但是不会超过横向道路边缘线 它是依据标志标签号制设置规则相关规定 它的划设原则是划设在我们所说的整木形的行川线 就是我们斑马线的前缘 那它是以不超过横向的道路的一个道路边缘线为主 它的目的是不希望横交道路的执行车辆进行干扰 台北市有些地区的带转阁 会有一部分划进斑马线 但是也不会像高铁附近这个路段 把整个带转区划进去的状况 相关的案例也有直接会设在行川线当中 只不过它对于行人行驶的动线上 其实是有交织的 那还是有一定的且战的危险性 所以针对行川线的部分 原则我们还是不会跟斑马线的整木形的行川线 划设在同一个区块之内 其实细看路口的带转区 依据每个道路路口状况 大小位置都不太一样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就是都会划在斑马线之前 横向道路边缘线之后 依照这样的标准 就能够保障机车主和行人不会有抢到的情形 陶尾山新闻 言号宣传报道 带转区的划设时常引发争议 现在还有民间团体向交通部建议 开放三线道不必带转 而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 目前交通部还没有下任何的指令 但是日后可能会召开会议 讨论相关的细节 至于会不会开放 现在还说不准 骑机车左转需要带转 许多机车骑士也按照这样的规定在走 但是当机车骑士在三线道道路上 下个路口需要左转 就需要跨越多个车道骑到带转区 造成更大的危险 因此机车党才向交通部建议要直接左转 目前针对于整个三车道 要带转的一个区块中 是不是可以直接进行左转的部分 那这部分因为涉及到整个中央法规的一个规定 然后全国都要试用 所以这部分交通部近期会召开相关会议 邀及所有县市政府 针对于三车道是否能够直接左转的部分 在开会园议 交通局表示 目前交通部还没有下任何指示 但是日后可能会召集各县市开会讨论 针对各县市的状况做调整 对开放直接左转 虽然能够避免跨车道带转 但是也许又会多了汽机车同时行驶时候 内轮差所造成的潜在危险 他的目的是希望说 机车保有一定的一个行驶权力 直接可以跟汽车是在相同的一个路权上 直接进行左转 但是因为直接进行左转 因为机车相对来讲 还是属于弱势族群当中 那我们也是考量转弯之后 是否有交织交通的安全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需要 进一步开会延商之后 才做最后的决定 这项政策如果顺利改革 相信对于机车族一定会方便不少 但是在方便之余 也要考量到安全性问题 以及各大陆的状况 才能够施行 好 我先喜欢一套宣场报道 市长郑文灿日前出席了 革命先烈 即消防救灾英雄 入中列词的典礼 新武保龄球馆火灾 造成了六位消防人员殉职 典礼上郑文灿也代表 市民对六位英雄 表达永远的追思以及敬意 他希望这个事件 可以成为消防改革运动的起点 在入市典礼上 市长郑文灿代表 市民对革命先烈 以及在新武保龄球馆 火灾世界中殉职的 谢长荣 陈燕明 陈凤祥 张桂章 曾崇仁 以及谢君杰等六位烈士 表达追思以及敬意 周文灿表示 六名消防人员 因为英勇救灾 撤退不及而殉职 师傅办理入市典礼 借此来表彰他们的应有事迹 新武大伙当中殉职的 六位消防英雄 入市中列词的仪式 那我们以非常庄严 追思的心情 那么来办这项活动 周文灿表示 英勇是消防人员的本社 但牺牲绝不是他们应该要承担的 六位殉职消防人员 勇敢救灾的精神 已经写下消防英雄的典范 但也要从这一件事件开始 让台湾社会更支持警消工作 让警消人力更充足 有更充裕的支援 才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永远的活在 人们的心目中 让大家永恒追思 那么我们也希望 六位消防英雄的殉职 那么能够带动整个消防改革 能够让消防获得国人的支持 那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那么他们的任务结束了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我们的工作 目前桃园中列池一共供奉了 270位烈士 过去有革命先链保驾威国 现在有英勇锦销人员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付出生命 因为有他们的付出 这次师傅举办入室典礼 就是要将他们英勇付出的精神 让大家永远的追思以及尊敬 唐新闻董珍那采访不到 稍微片刻再回到桃园有限新闻 这情侧不能用军营头直接冲 这样很担心 港铁营银宽船施斑 没水恩用的港中 使用洁水标章的产品 就可以轻松沉水 大小企业一起洁水 用行动来增弃水资源 洁营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欢迎回到桃园有限新闻 桃园市六合国中英语话剧社团 日前参加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所举办的2015全国国中继高中英语短剧比赛 夺下了四例国中组的冠军 勇夺三年半夹击 校长竖井竟表示 学校英语话剧社这些年来学生的优秀成绩以及表现是有目共睹 学生也透过各项比赛将平日所学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运用在实际的社会上 除了累积实际经验也增加自己未来的竞争力 连续三年拿到实力国中组的第一名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相信学生以及老师都有相当的投注 而且也都表现得非常的好 除了整体的奖项之外 个人奖项我们也栏花了一半 我想这也是我们桃园学址的光彩 目前我们会在暑假的时间 先和我们国小的一些学校一起来做发表 在7月21号在中立艺术馆 另外我们要持续的推动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影响力或者是分享给所有的伙伴们 这次英语话剧社参加实力国中组 一共有11组进入决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后 英语话剧社的迭栏之梦 不论在剧本内容 口语表达 舞台展演都获得评审的青睐 我觉得这个社堂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我们今天去参与一个全国比赛 这个比赛是在台北的师范大学 我们聊到三年半的全国比赛的冠军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可以聊到这样子 这么漂亮的结果 不是因为学生很优秀 我觉得家长跟学生一起很优秀 在我后面就是有很热情的 非常的厉害的社团的家长 你们后面可以说yes吗 yes welcome to ec3 有这么棒的社团 让孩子在那个课本以外的知识 学到很多的团队运作 超开心超爽的真的 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是 除了课业以外 他在teamwork 人际互动 以及如何跟同学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梦 那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生活 这个中间摩擦出的火花 我相信这是孩子一辈子 都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 经过了认真努力的学习之后呢 有欢笑有泪水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学校表示 这次参加竞赛的学生江丽妮 她再度残联最佳女主角 而拿到最佳男配角奖的于正安同学 是在演出前第六天才参与演出 费了三天的剧本 全力将角色给诠释出来 这次大家的努力 让冠军棒主继续留在桃园 也创下了这项比赛 二十多年来的新纪录 桃锡文董正娜采访报道 桃土艺术家蔡坤和妻子陈金兰 这对夫妻党特别合伴连展 以舞动人生为主题 即日起到5月16号 在中原大学全人教育村艺术中心来举行 夫妻两人的每件作品 都展现出对孕育生命历程的体悟 让桃园创作再持有了全新的创作 这次展出的舞动人生系列作品 都是桃园家陈金兰与丈夫蔡坤共同完成的 陈金兰表示 作品的发想是从母体孕育生命开始 呈现母体是孕育生命 也是孩子摇篮 夫妻两人结婚二十多年来一直想要有孩子 作品中也表达他们想要孕育一个孩子的心路历程 是从整个孕育跟诞生开始 就好像人的开始之初 就是那个作品的部分 我孕育的部分 我是从一个母体的肚子为开始一个发想 那母体的肚子就是孕育生命的开始 那把它反过来的部分呢 就像是一个孩子的一个摇篮 那这个作品的部分呢 我们是因为我们结婚 我跟蔡老师我们结婚有二十年的时间 那在这个我们一直都没有小孩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想要孕育一个生命的心路的历程 那我从这个作品中 这个作品叫做孕育希望 好那里面呢 是用比较光滑的那个幼色去呈现 那就是代表一个母体的环境 蔡坤表示以前当学徒的时候 做的都是比较正规的形状 后来自己在教学过程中 发现拉坏的作品 却能让线条更有起伏转折 美感不在话下 蔡坤将这些线条 比喻成生命中的波折 克服挫折后再回首 可以发现自己的蜕变与成长 那每一个阶段呢 都有它的期待 但同时呢 也有它的失落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作为一个比较是男性的角色 就以诞生这件作品来作为一个 表达我的内心 舞动人生夫妻联赞 从即日起到5月16号 在中原大学全人教育村艺术中心一楼展出 是喜爱陶衣作品的 你不容错过的一个展览 陶新闻董事那采访报道 最近因为缺水的问题 也让水库淤泥的问题 再度受到了重视 多年来政府单位也一直说要处理 但是迟迟无法有所成效 在11年前的今天 水库淤泥还一度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现在就透过镜头对您一同来了解 破坏生态 还我原貌 还我原貌 政府无能 政府无能 关闭民伞 关闭民伞 大师义和林里民再度的喊出破坏生态 以及还我原貌和政府无能的口号 因为石门水库淤泥的问题 从上月22号 北水局答应要求迅速改善至今 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完原始于弄民众的手段 所以今天义和林的民众 是再度的举白不条来继续抗争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吃这里地下水的 这污染水 这样下去 我没吃什么 你原始不就说 没关系 这大师应该怎么说 就是啊 不然怎么可以 这污染水库淤泥没有改善的动作 令李民不满之外 里长还接到不明人士的恐吓电话 以及社区内马路招人摆放土丁 企图破坏当地民众车辆的恐怖威胁 因为那个土丁 它以前是说 我们安全回礼到 我们申请的范围嘛 就到那边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缩回来了 它在拆的时候 他们在拆那个围铃的时候 他们就去捡起来 立法委员彭天赋 当场要求水资源及人员及包商 马上停工 避免污染环境再度的扰民 附近的居民 这乡亲他又认为就是 不但给他们这边造成污染 还给他这个交通 还其他上 生活上造成困扰 那就怎么处理 现在就是说看 乡亲的数据 哪里有污染到 我们要怎么改善 我们如果来改善 要往这方向来走 因为这个沉淀池老实讲 不清的话 这个什么水库一定会 预济起来了 这几天因为大雨不断 使得沉淀池的附近 是拧拧不堪 当地民众表示 即使在平常的时候 也是肥沙走失 完全没有揽钢的防护 水资源局人员表示 会要求承包商迅速的改善 但也是基于天气的问题 所以包商保证 这一次在7月28号之前 会将沉淀池的淤泥给运动 并还给民众一个干净的生活环境 他有先新闻 方禀文大喜 今天的民生资讯要告诉您 新兴南馆月访 5月16号晚上7点半 将在文化局的演艺厅演出 从5月9号上午9点起 在文化局中立艺术馆 以及展演中心的服务台 开始锁票 欢迎民众踊跃历灵参加 更多生活讯息 请锁定今天的民生资讯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你和家平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